佛教里面没有迷信 希望自己对于经教要深入 经教深广 没有底线 真的是其身无敌 其广无边 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生生世世都学不完 你明白之后了才知道 求观世音菩萨 极难的时候恐怖的时候 求观世音菩萨救助 是求谁 求自己 自己能求菩萨这个心 那个心是真真心 那个心是清净性 那个心是慈悲性 这就救了自己了 就把自己现前的业障化解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如果你要相信自信之外 还有个观世音菩萨 那叫外道啊 自信观世音啊 唯信 结灾难 消灾难 这哪里是迷信 那要不谈这个呢 跟你讲真理原理呢 就是清净性能化解一切在那 真诚心不受一切在那 慈悲性能化解一切 毒害 所以念观世音菩萨 把自信的清净慈悲 真诚念出来 一切在那 就化解了 这是理 要懂得这个理 你就不会怀疑了 你问将来灾难还有没有 怎么会没有 你一念迷了 灾难就来了 一念救了 灾难就化解了 那你要想永远没有灾难 念念拒而不明 灾难就永远没有了 这个静随已新转 一切法从心向神 这是总的原则 总的依据 对 感谢观看